主席 我們是要列為 習的政府官員各位委員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首先有請我們的劉子偉跟陳次長 我感謝主席啊 給我六分鐘 我記得你給民進黨都是十分鐘 不要分得彼此分得那麼清楚 所以我要求十分鐘 你也剛剛同意了 我首先問劉子偉 十分鐘給他 你有沒有直接參加過選舉 你自己就算了 有啊 沒有啦 陳次長你有沒有 選一些什麼班長 班長的那個競爭激烈嗎 不是很激烈 不是很激烈 那早期的還是最近的 那是小學 好 那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今天我看了法案有四個立法委員 他說降低罷免案提出的提出 連市 投票的門檻 並得進行罷免宣傳活動 你的看法怎麼樣 劉子偉你先打很短的時間 你對他們四個人提出的法案 你看法怎麼樣 我簡單講 降低提案 我認為是同意的 就提案 但是要成案 我覺得要審慎 因為成案的意思就是要花公共資源 那至於說通過的門檻呢 我覺得比現在的可以適度的降低 因為在單一的選區裡面 就是單一當選人的選區裡面 其實我們假定只有一個人選人 最低是百分之二十就可以當選 所以我們可以去考慮這樣的一個標準來講說 如果罷免的話 也許百分比可以這樣 那至於說最後一個部分是關於那個 通過的門檻 通過的門檻我覺得是可以降低 好 陳處長 跟委員報告 關於這個問題 在於這個提案的部分 我們大概意見相同 這個因為讓它只是一個提案 但是連署 實際上我們比較認為說 應該要規定到一個比較橫評 也就是說你要成案 你要連署能夠成案 並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呢 也要也不能設一個障礙 時間快到了 好啊 罷免宣傳你們看法怎麼樣快一點 罷免宣傳我們認為就是說 這個要跟選舉 好 我來講 您沒有選舉的人在說選舉的事情 您不知道世界來不去怎麼 我個人指章跟你一樣 你不管罷免案的提出 罷免案的連死 可以降到一門檻 罷免案一成立的時候 那什麼叫做罷免案的成功 要嚴過當選人當之的票數 少是都是 你只有這條件線下來 沒有話講 第二個 在罷免那個 進行罷免的活動的宣傳 我跟妳講 現在恐怖在哪裡 時代力量民進黨太厲害了 不怪國民黨的倒到裡裡 裡面他們的陰謀 你們都不敢去結算他 這四個提出案的都是都市型的立法委員 站在街頭角落喊一喊 大家都來 不會來我們整家罷免看看 所以那個對問題下去研究 所以他提出來 任何提出來 叫做都市型的罷免法 我怎麼跟你講這個事情 你把說要超過他被罷免人當選的那個票數 這樣下去 第二個 你門檻降低喔 不是隨便罷免只要來就可以了喔 我跟妳講 如果罷免人成功用到公共的資源 應該要罷免要定出來 重重的罷免出來 我再跟你講奧秘要在哪裡 好不好 那現在你們罷免宣傳期間 你們也沒有限制 從那個提案到連死天天都在活動 你知道海需多少人嗎 我們的選舉活動還有選舉活動的宣傳時間 這邊都沒有限制 所以這個法令在修改 兩位大官大官大官 你這個法在欺負可憐的老實的候選人 這個叫做罷免綁選舉 所以一定要好好考慮 這個裡面 我相信國民黨深受取愛的很多 我碰到張建中委 他說他也從開始說要罷免 那要提案成立的時候 一共在他家裡佔了十個月 沒到馬鈴唱水到他 不能這樣目無法進 所以這條條管你們要好好的選擇 他最大的陰謀在哪裡 用罷免來綁選舉 如果你給他通過 前一年天天天都在罷免 如果你沒有罰手 只有我是跟你講出來的 另外我對你們討論的一點 我很不滿意 像以前的法令 有沒有說罷免可以宣傳的 沒有對不對 哇你們就輸到罷免不贏 我讀法令 我學法令 我去看法令 你們以前叫我講惡法也是我 啊現在啊 只要有人反抗就不是法 他當前得勢都不是法令了 都在改變 這個國家怎麼會進步 彼此去討論 我沒有意見 因為我從民進黨時代的力量 我學習了很多競選的技巧 我下次要選 我都要把這個技巧寫過來我這邊 不然我會被他們的海嘯牽走 我點出來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不要輕輕在馬馬虎 這是第一點 第一點 關於原住民啦 要補選要替補 啊哈這個問題 碰了幾十次啦 今天誰執政誰有力 就把他擋下 今天執政誰有力都擋下 所以我今天講 大家都叫得利來做 在這一屆 就用補選 下一屆要替補啊 你下一屆再替補 替補你要設限一個條件 啊除此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高委也像你那麼漂亮 那麼有能力的 啊你們選舉好像選總統那麼大 那麼辛苦 你們怎麼不把選舉畫了一個單一 選舉誰跑誰的 這個選舉我又曉得了 每一個人布施了那麼久 如果他硬化了選舉 他們很糟糕餒 好那個原住民鄉的鄉鎮長 要出來選舉你們就倒霉了 所以你們也不敢拿出來 你們都要問我這個選舉的人 今天不要講 空口一直講我們都偉盜我們怎麼樣 不信 這種情形 下一次的選舉我保證 罷免的話倒是罷免 我從 要選舉前 一年前我天天就很罷免 裡面還討論到一個公共議題啊 那非常重要啊 今天核武大家會掉 但是萬一不是核武啊 核電啊 萬一要核電設在好地方 誰敢反對 一個垃圾場 也買一場誰敢反對 你沒有反對的話 你就一定漏選 我就來罷免你 所以這個問題不要隨便變難用跟誤用啊 尤其執政黨 你們提出法案我們都全力支持 因為你們選得非常開放 讓我們來謝謝你們吧 我把問題講出來 將來 如果照著他們所講的 罷免案一定是綁著選舉在進行 台灣不亂也亂 你們也自己要承受 提出這樣的法案 我是很有良心來建議的 謝謝大家 謝謝子齊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那個袁志明的選舉啊 這是我們會堅決反對 不能用替補 雖然瓦里斯貝林是我的好兄弟啊 但是在道德上啊 我們應該 做一些良知的反應啊 謝謝 這個陳委員 你有一招還沒有學啦 你有一招還沒有學 順應民意順應潮流 叫衝浪 違背民意違背潮流叫海嘯 不然大家會支持惡口 這個大家互相切磋啦 大家互相切磋 互相勉勵啦 來 那我們那個 所有發言 所有發言的委員 除不在場之外 其實均已發言完畢 尋答結束 委員洪忠澤林俊毅吳其敏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單位以書面答覆 本日會議委員所提質詢未及答覆部分 另請以書面答覆 那我們現在進行法案處理 請宣讀選報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條文及修正動議 那我們宣讀後再來 進行協商處理 大概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各位委員可以去活動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二十分鐘左右 來請宣讀 委員廖國棟等十七人提案 第十七條之一 具有原住民身份之有選舉權人 因故不在戶籍地投票所投票 以下簡稱不在籍投票之投票權人 依下列規定投票 依本法申請已轉至戶籍地以外之之 十峡市縣市投票 以下簡稱已轉投票者 應於已轉投票地之投票所投票 二投票所工作人員 於工作人員